第四集 何曼兹知道他已从胸卡上看到了自己的姓名 也只好双手接过名片,轻轻地放在了口袋里 那何小姐,你忙着,我去找张主任,打扰了 对方满面堆笑地走了 何曼兹不由地摇了摇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医院开始活跃着这样的一群人 虚高的药价和患者过重的医疗负担 很大程度上是拜这些人所赐 正是他们养活着背后的一群人 正是他们硬生生地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抢走了不该抢走的钱 也正是他们造成了越来越尖锐的医患矛盾 医药代表在医院卑微的就像孙子一样 因为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医院用他们的药 要医生开他们的药 这里面的竞争异常激烈,手段更是无所不用至极 可是一旦出了医院,这些人就会趾高气昂的像大爷一样 因为这些人的收入普遍要高,甚至高到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至少比医生的收入要高得多 这帮医药代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医院一次 一方面是要给医生的提成结账 另一方面还要沟通一下感情 虽然在这一个周期,医院是用了他的药 但是搞不准哪天就要换掉 因此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防止别人在背后捅刀子 他们每来一次一般要请有关人员吃饭、娱乐 甚至适时地组织一下旅游 至于说什么小的纪念品,那就更加不在话下了 何曼兹虽然正是工作时间不长 但是对医药代表也早有耳闻 心里很是鄙夷这类人 他感觉,他们就像是一群老鼠 每天都在偷吃老百姓的粮食 而老百姓却浑然不觉 反而在质问别人 粮食为什么会少呢? 自己兜里的钱被一分一分地偷走 而老百姓却浑然不觉 反而在质问别人 粮食为什么会少? 自己兜里的钱被一分一分地偷走 却不知道是谁偷的 这也算是一件可悲的事了 他们每天一副阿鱼献媚的表情 更有好多女医药代表 完全不避人地和主任调笑 这让何曼兹无限地比 甚至认为他们连小姐都不如 小姐毕竟是明码标价 而他们用一句俗语形容就是 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何曼兹把口袋里的名片 拿出来扫了一眼 蓝白 名字倒是清秀洒脱 可惜背地里干的 却是卑鄙无耻的勾当 吃的一声 名片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 飘落在角落的直楼里 晚上 毫无意外地 蓝白请吃饭 本来这类饭局 何曼兹一般是不会参加的 他是比较讨厌这种 虚情假意的聚会的 白天衣冠楚楚的白衣天使 一到了这种灯红酒绿的场所 仿佛突然就变成了衣冠禽兽 一味的黄色笑话和戒酒撒风 何曼兹避之唯恐不及 怎么还会有兴趣参加 何曼兹悄悄地换好衣服 刚想偷偷地溜走 却不想 仲被主任堵在门口 小何曼兹悄悄地问 主任 我家里 我家里有点事 何曼兹结结巴巴地说 你家不是外地的吗 怎么会有事呢 你是想找借口吧 主任 不是 我 何曼兹的话还没说完 张天鹏就接过话头说 小何呀 今天晚上算是科内活动 而且你来课这么长时间 大家都比较忙 一直没为你接风 今天就算是欢迎你了 怎么样 有别的事就推一推吧 何曼兹只好无奈地点头 对于女人来讲 只要是公共场合 就是展示自己的舞台 不管这个场合有没有雄性存在 只不过 有雄性在场的话 会更加的张扬和来劲 此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平时总是千篇一律 宽大的护士服 今天总算是有了机会 一个个争齐斗艳 互判生姿 尽量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展示出来 说也奇怪 女人的自知之明 在这个时候 往往会莫名其妙地降低 总以为自己是最漂亮的 其实不然 不显山不漏水的何曼兹 显然吸引了大部分男人的注意 这让那些特意回了趟家 刻意打扮一番的女人 极度地双眼冒火 张天鹏站了起来 清了清嗓子说道 今天聚会的目的 主要是欢迎一下小和 因为前段时间一直比较忙 今天才有机会补上 我代表柯氏 向小和表示歉意 同时表示祝贺 来 大家干杯 大家纷纷举杯 场面一片纷乱 天生丽质 对任何女人来说 都是一种优势 但是今天 却成了祸根 男人仰慕 女人嫉妒 何曼兹 几乎成了众矢之地 首先是蓝白站了起来 彬彬有礼地说 何小姐 蓝白 能与您共同举杯 深感荣幸 请商量 说完 一眼而尽 何曼兹 不冷不热地说道 感谢蓝先生的友情赞助 其实今天 我最应该感谢的人是你 他们都是借花献佛 只有你是真出血的 感谢 说完 抿了一小口 蓝白微笑着摆了摆手说 哪里哪里 应该的 接下来 喝室的男士 一一与何曼兹敬酒 何曼兹每次都是浅尝辙止 何曼兹注意到 所有的男士 都与自己喝过了酒 但是 只有高浩宇 没有敬自己 但是 他能时刻感受到 高浩宇 不经意瞥来的目光 那里面满是温情和关切 奇怪的情景出现了 本来每次喝酒 都是女人联合一起对付男人 但是这次大家 却把目标对准了何曼兹 看来 一山难容二虎的俗语 是颠扑不破的 极度绝对是一种致命的毒药 首先站起来的是李妍 本来她是有名的外科一枝花 但是何曼兹的到来 毫无疑问地撼动了她的地位 心中不满 毫无顾忌地挂在脸上 挑衅地说道 何医生 我们两个女人喝一杯吧 何曼兹微笑点头 拿起了酒杯 李妍突然摆了摆手说 我看你半天了 所有的男士跟你喝了一遍 可是 你却连一杯酒都没有喝下去 他们是男人 喜欢脸香西域 可我是女人 我们是平等的 我们一杯干掉 何曼兹皱着眉头 看着她 缓缓地点了点头 女人和男人喝酒 无论怎样 都是有优势的 实在不行 还可以耍耍赖 可是女人和女人喝 就不一样了 自己并没有耍赖的资本 而且看着李妍咄咄逼人的样子 何曼兹心里也有些来气 当下 不动声色的一口 把杯里的红酒干掉 何曼兹的痛快 显然出乎李妍的意料 她本来算定何曼兹不会喝酒 想借此出一出她的洋相 可没想到 何曼兹倒是给她一个下马威 当下一声冷笑 也把酒干掉 李妍一开头 满桌子的女人 可算来了精神 不管是想出何曼兹的洋相 还是跟着起哄 纷纷开始敬酒 何曼兹开始 还能勉强应付 慢慢地 就有些困难 满桌子的男士 难得见到这百年不遇的场面 纷纷扰有兴趣地看着 何曼兹的脸色 已经有些驼红 眼神也有些迷离 可是众女士 还是不依不饶 护士长终于发话道 行了 我看小河也喝得差不多了 欢迎也没你们这么热心的 有精神 向男士们敬酒 顿时桌上一阵乱扰 一片阴体厌赤 众人正喝在兴头上 怎么可能饶过何曼兹 正在纷纷扰扰之际 高浩宇一声咳嗽 一字一句地说 各位姐姐妹妹 何曼兹和我是一组的 我这个哥哥有义务照顾他 他已经喝得不少 如果你们还想喝的话 剩下的酒我来陪 桌子上先是一片寂寂 接着轰然大乱 男人们饶有兴趣地 等着看高浩宇如何收场 女人们则是一片笑骂 哟 小高想当护花使者了 小高啊 你可是有女朋友的 当心回去跪搓吧 小高啊 你是不是看上何医生了 何曼兹虽然有些迷惑 脸上还是忍不住一阵发红 方心更是一阵窃喜 高浩宇竟然会在这种场合 挺身而出 公开地帮自己 这是自己无论如何想不到的 也许只是出于同事的交情 但是何曼兹心里还是一阵感动 李延站了起来 他已经摇摇晃晃 不过还是说道 高医生 你当护花使者可以 但是你是男人 今天我们不要求男女平等 我们承认男人是强者 所以我喝一杯 你喝两杯 高浩宇在出生帮何曼兹之前 早已经料到了这些女人 不会善罢甘休 但是自己喝多 总比何曼兹喝多要好一些 毕竟他是新人 而且是个女孩 一个女孩再怎么漂亮 喝多也不会是件好事 俗语道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这句话在酒桌上更加的适用 所以正常的男人 不会在酒桌上和女人拼酒 赢了似乎理所当然 输了则万劫不复 高浩宇微微一笑 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 连续干掉了两杯啤酒 李延剑威胁不成 不得不皱着眉头 喝下了自己那杯 接下来的场面 可想而知 你方唱吧 我登场 很快 高浩宇的眼神开始迷离 脸色也是越来越白 何曼兹紧张地 看着高浩宇 怎么说高浩宇也是为了自己才隐身上火 可是自己却什么也帮不了他 只能隔着桌子 关切地看着他 高浩宇仿佛意识到了何曼兹的紧张 再次干掉一杯啤酒后 他似有意似无意地向何曼兹 瞟了一眼 眼神中却没有丝毫的不满 仿佛做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 正在方心迷乱 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刻 何曼兹的肩膀突然被拍了一下 吓得他差点跳起来 他扭头一看 却是主任张天鹏 何曼兹赶紧站了起来 张天鹏此刻正摇摇晃晃地站在他的身边 脸色一片暗红 只听他口齿不清地说道 小孩啊 主任来敬你一杯 希望你工作顺利 说到这里 他打了一个酒格 又接着说道 越长越漂亮 外科终于又来了一个美女 殊不知此刻何曼兹别扭地要命 不知道张天鹏是喝多了还是无意的 此刻手仍然搭在他的肩膀上 而且由于包房里人声嘈杂 张天鹏的嘴几乎是贴在了他的耳朵上说话 他甚至能闻到张天鹏 他甚至能闻到张天鹏嘴里的酒气 何曼兹一边勉强躲闪着 一边说道 谢谢 谢谢主任 我喝 一边端起酒杯 一边借机摆脱了张天鹏的手 张天鹏满意地点了点头 口齿不清地说道 好 你中豪杰 不过似乎没有离开的意思 何曼兹正在为难如何摆脱主任 蔡君在那边适时地喊了起来 主任 就等你了 赶紧来呀 张天鹏摆了摆手 摇摇晃晃地走了回去 何曼兹感激地朝蔡君看了一眼 却发现蔡君像没什么事似的 早已和别人说成一片 他只好疑惑地坐下 桌上的战场已经有了分晓 不论男女 大部分人都已经趴在了桌上 其中包括高浩宇 蓝白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 大声喊道 KTV305房间 大家打车过去啊 于是又是一片混乱 大家互相扶着摇摇晃晃地往外走 何曼兹赶紧过去 轻轻地拍了拍高浩宇 高浩宇迷迷糊糊地抬起了头 问道 干嘛 干嘛 走啦 何曼兹赶紧过去 高浩宇坐进了出租车 哎 高医生 你们家住在哪 高浩宇迷迷糊糊地说了个地址 师父 去他说的那个地方 何曼兹冲师父喊了 他可不想再去什么KTV 他现在最想做的 就是赶紧将高浩宇送回家 谢谢大家